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宜佩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今天是4月13號 禮拜六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時的 POP有夠勁 我是宜佩 我覺得你們太幸福了啦 最近我們又要追劇追到不行 前陣子上檔 上週大家有沒有看起來 現在台灣最紅討論度最高 如果你沒有跟上沒有追上的話 你可能會在辦公室被冷落 好不好 這一書戲就叫做不夠善良的我們 大家等好久了 你剛講的話好不夠善良 欸 怎麼會不夠善良呢 我們等林一辰要來演一個戲 要等多久 要不是裕婷姐把她請出來 我們還要等多久對不對 好來 剛剛出生的就是我們的編劇家導演 裕婷姐 裕婷姐早安 阿姨佩早 我忍不住發聲了 對對對 不夠善良的我們 大家是不是等很久 這在這個戲 聽說要開始拍 然後後來就是 一直有演員的釋出 有徐瑋寧 然後有林一辰 有賀君祥 對 大家都覺得說太期待 這陣容太強了吧 終於上了 而且聽說你們第一週播出之後 連拿四個冠軍是嗎 對 可能第一是觀眾期待已久嘛 第二就是真的戲 應該有好久沒有看到可以 共鳴 撫慰自己心的戲啦 對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戲 很有共鳴的點在於 它講出了我們每一個人 心中的小壞壞的那種心聲 而且這也是 我應該追劇追這麼久 通常 女主角都傻白天 都是吧 絕大多數都會寫傻白天 然後男主角時候高富帥 玉婷姐完全不寫這種戲嘛 結果這個戲裡面 林一辰設定了一個 好奇妙的一個定位跟角色 來你先來幫我們講講 不知道要喜歡還是討厭的 也不會 我蠻喜歡 但是我有聽到我身邊的 有朋友追了一二集 就說啊 林一辰演這角色 她為什麼會接這個劇之類 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來先講一下 如果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晚上要播三四集 對 如果一二集還沒看的 聽眾朋友 今天可以先追起來 然後晚上就可以接著三四集看 這個戲 玉婷姐在講的是些什麼 然後戲裡面的內容 大概故事架構會是什麼 對 我覺得其實這個戲原本 還有一個劇名 原本的劇名叫彼岸有花 然後是公共電視台一直覺得 這個劇名會不會讓人家 誤會是古裝劇 所以我們後來才改的名字 然後如果按照原劇名彼岸有花的話 他講的不是彼岸花 是在彼岸有朵花 所以就是我們的目光 對面有朵花 對 在我們的對面 就是其實我想講一個感覺 我的戲長在講一個感覺 然後就變成了一個一整套故事 感覺上面就是在講說 我們在人生的跑道上面 本來應該很專注的看著我們的前方 看著目的地就好了 或者在當下就好了 但是我們常常會因為旁邊跑道 有一個印字 或有一點聲響 我的目光就忍不住要看過去 然後很可能我就絆倒了自己 很可能我就 我就在這個不在當下的刹那裡面出了錯誤 可是我會把它想 第一個一種是玉婷姐講 另外一種我就覺得 可是如果我們在人生跑道上 就這樣跑一跑 然後跑久了我們也就習慣 習慣身邊周遭的風景好像也都一樣 所以如果旁邊沒有一個對手 好像快追上來 我好像就沒有前進的動力 或者是我沒有比較的人 我就沒有刺激 就是這樣吧 常常也會這樣 常常會這樣吧 對 所以我們戲裡面的那個 兩個女主角嘛 第一個登場的是林一辰 她是演一個已經 嫁給魯毅郎君 然後也生了一個兒子 然後也有一點點自己的工作 所以看似就是很幸福的她 卻開始覺得人生 好像是叫日復一日 然後這個日復一日 就讓她興起了一些奇怪的念頭 很想要幫這個日復一日裡面 找一點點小麻煩 然後其實大家都覺得 好像她是不是有病 怎麼會不享受這個日復一日 就是我們旁觀者情 就像怡沛剛剛講的 當你自己一直在重複 日復一日的時候 你就是會有一些念頭 想要製造一點驚喜 想要製造一點快樂 可是你知道我們通往快樂的路上 其實要經歷很多痛苦 譬如說我要 我準備要去歐洲旅遊一週 然後我前面三個月 可能每個週末 我都想盡辦法加班 對 然後經歷這個痛苦 然後去歐洲一週以後 可能就是拍幾張漂亮的照片 吃幾個大餐 短暫的刹那的快樂之後 又要回來經營下一個目標 然後往那個下一個目標的路上 又是充滿了很多的辛苦加班熬夜 所以我在戲裡面一開場 就想要問觀眾說 那你有沒有發現 可能是我們誤會了自己 我覺得你的戲 我每次都很吃 這部戲我覺得 我看完前兩集 我最吃的一個點在於 我覺得也許我 可能出社會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我覺得看了人生的起伏 跟某一些人的遭遇 然後你再回頭看 他那時候很風光 但他現在遇到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很慘 但是我現在遇到了誰 我做了什麼事情 人生都只有一次的選擇 你沒有第二次選擇機會 我們沒有辦法活在平行時空 沒錯 所以在那個當下 林依辰跟徐瑋 他們在同樣的辦公室 真的工作過 可是人生走到了後來 你會不會有曾經去羨慕說 那個時候你有的東西 我好想要 可是當那個東西變成我之後 我又開始羨慕 那個你沒有要到 你現在生活好像過得比我還好 沒錯沒錯 這個戲一開始就是由這個出發 怎麼可以寫得這麼的 detail 你是不是在每個人心中都 住進去每個人心裡 然後窺探了一些我們的什麼 然後把它放在了戲裡面 應該是窺探自己吧 我覺得我就是常常會檢查 自己心裡面有一些 不敢告訴別人的小念頭 或者是情緒 然後這些東西 我就很想要問說 他從哪裡來的 他源自於哪邊 那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在這樣子分析過程當中 就會產生了一些 就是覺得人性很有趣的東西 尤其是我在寫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又迷戀上量子力學 然後量子力學 什麼 對 量子力學裡面 又也充滿了很哲學性的這種 竟然是量子力學 對 所以就是藉由量子力學 又反除了一下我們生命當中 有一些很奇妙的情緒 其實量子力學我覺得研究不透 但是他至今給了我一個心得 就是他是非常不科學的科學 就是我們現在科學能證實的東西 量子力學都告訴我們 不是這個不科學 而是你尚未發現通往他的那個 那量子力學 總括來講 他到底講了些什麼概念 其實很多 他有最 大家最耳熟能詳的 應該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聽過 薛丁格的貓 你看他有多哲學 他說如果我把貓跟毒藥關在一個 密閉的空間裡面 貓非常有可能打破了那個毒藥瓶 就吃了毒藥 所以他就死了 貓也有可能 就完全沒有理會那個毒藥 所以他就活了 可是除非你打開盒子 否則你不知道貓到底是死了還活了 你聽壯士聽了他講了一番廢話 但是你把它放到整個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同樣的我們 林依晨跟徐瑞都擁有了很好看的外表 同月同日生一樣的品味 但他們卻走出了兩種不同的路徑 但這路徑的答案到底通向什麼 你不看到最後不打開盒子 其實你就是不知道 我覺得你很過分的點在於 我們看完前兩集之後 我就會很想要知道 後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你光看第一集 你現在是不是聽 如果有看的聽眾朋友 是不是很知道 我跟玉婷姐在聊什麼 沒有看你就不知道 我們現在在幹嘛 因為前兩集 在第一集埋的伏筆 埋得太好了 第一集埋的那個伏筆就是 徐瑞去點餐 然後再劃一個類似像平板 看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賀君翔是要走下去嗎 他走下去他有去叫他嗎 那第二集應該是叫他 然後後來發生什麼 翻語覆語的事情吧 完全不是你們所想像的那樣 我那時候覺得好氣 我怎麼會沒有猜中 第二集一open 你的時候 我滿氣的 我會覺得 啊 原來事情不是像我傻人想 這麼簡單 不是 不是這樣 其實 就是我 我確實利用第一集的結束點 到第二集的開場的時候 想要引起觀眾的那個欲望 你們當下就很像賀君翔 或者是很像徐瑞 就是那個欲望 就是希望能重逢 但在真實人生裡面 這個欲望一定存在 但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有的時候只是想像 我們用我們的欲望去想像 但你很想要下車 但你後來沒有下車 你後來選擇的 只是讓美好 或者是讓這個錯身 就是不要再造成後面更大的遺憾 而且我剛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那時候甚至看到第一集的尾端 賀君翔看到了她的前女友 站在那裡 飄飄亮了一個身影 在那邊點餐的時候 我甚至在想說 那opening的時候 她跟林一辰說 她今天比較晚來 她一定是去了哪裡 一定是跟她 我們就派八點檔 沒有沒有 一切都是我買的伏筆啦 確實想要讓觀眾去往這邊想 因為觀眾就會有個鉤子想說 對 你不在的時候 你老公跟你說 她加班 對 她去了哪裡 對 那個有沒有一些線索可續 欸搞不好 這條線是有可能牽的起來 對 後面有很多 就是 現在一二集 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 第一集買了很多 第二集的伏筆嘛 然後接下來也是毅然 就是你會慢慢發現 有很多東西都是買下伏筆 我自己還蠻喜歡 所以這個劇本花了一年才寫完 就是因為 我雖然它只有八集 但我很喜歡環環相扣 我也很喜歡 我們生命當中 像戲裡面 大家看到後面的時候 會發現我也用了愛因斯坦的句話 我超喜歡這句話 很好欸 就是 巧合是上帝保持匿名的方式 我看到這句話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怦然很震撼 所以我裡面運用了蠻多這樣子的 這個戲劇情節來表達這句話 我看到的那個 你用貓 在一開始徐委定在滑 就是薛定格的貓 對薛定格的貓 在第二集opening 才知道那是 你後來就有解答 那是薛定格的貓 在裡面在講的事情的時候 我突然有種被震到的感覺 但是這個戲叫做不夠善良的我們 應該不是只有女主角不善良吧 其實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住了一點點不善良 這只是我的揣車 我不知道玉婷姐最後會讓戲怎麼發展 我們廣告之後再來請教玉婷姐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氣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回到節目現場 在我們現場的是2024最強台劇 不夠善良的我們 導演跟編劇徐玉婷 玉婷老師在我們節目現場 玉婷姐 這次我們播出的平台非常多對不對 除了台灣的觀眾可以看得到之外 其實在海外的觀眾也有同步播出 對對對 其實因為現在都是大家 習慣是要看串流平台 國際大串流平台 可是也讓台劇面臨了一些困境 就其實在這三年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大概有近百步的戲劇 是沒有賣出版權的 認真 對對對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 因為我們都只有看戲 或是我們只有演戲 可是我不曉得說在製作方 或是在銷售部分是怎樣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就變成大家都在塞車 都在等著這些國際串流平台購買 但國際串流平台也發生了他們自己的困境 在疫情期間 譬如說迪士尼因為迪士尼樂園的疫情封管之後 所以他們其實他們的總公司也有一些緊張 所以就限制住了他們購買片子的 所以他們已經很多年沒有買台灣的 沒有買亞洲地區的戲劇 了解 你看到播出的都是很早期已經購買 沒錯沒錯沒錯 那HBO更是他們也因為本來要在台灣 那個上架他們的國際版面了 但是也是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就暫緩了腳步 所以現在就大概就只剩下NEVERS 但NEVERS也知道他現在在全球的定位 但所以他有分配每個地區有一些就是數量 我完全不知道耶 所以這個在身為這個投資方跟製作方就陷入苦惱 因為現在大家都追求精良嘛 對 所以精良就變成製作成本相對的一定就是高 沒錯 那高的情況之下說 大家就希望我們的戲不只能夠不要賠錢 還希望能送往國際 對 讓大家看到台灣戲劇 所以這一次不夠善良的 我們其實在海外的地區 包括馬來西亞也都可以看得到 對對對 我們其實是在陸續賣很多的國際版權 那目前是在新加坡香港地區是那個view 對 然後在馬來西亞就是 Astro 對 這兩個 現在我們已經跟我們同步差不多時段播出的是這兩個平臺 但是還有其他的平臺在洽談中 但是我覺得最最最開心的事情 我們在台灣嘛 我們可以看到的平臺有很多啊 譬如說每個禮拜六晚上九點一次都播兩集對不對 對對對 對 所以我們上週上了一二集 今天晚上要上三四集 我強烈建議啦 一二集是真的好看好不好 而且四個冠軍你還不看嘛對不對 然後呢 每個禮拜六的晚上九點鐘 公共電視十三頻道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然後晚間十點開始賣video 跟愛奇藝的國際站也都會上架 然後隔一天呢 如果你禮拜六沒追到也沒關係 禮拜天的晚上八點在八大戲劇台也會播出 謝謝 好詳盡喔 比我還詳盡喔 我有資料我一定要把它唸出來 譬如說大家六日 要追什麼劇就是追不夠善良的我們 但是我覺得其實劇名改的也蠻好的耶 就是剛剛上一段的時候你有提到嘛 對 就是不善良是不是只有一成 對 但我覺得其實大家在看這個劇名的時候 要謹慎地看那個構字 就是不夠善良 就表示其實是善良的 不夠善良不是不善良的我們 對 對對 所以他那個不夠就有雨帶玄機 就是其實除非是善良的人 否則不會發現自己的不夠 然後所以我其實只是想跟大家講說 你看似好像心眼很多的 呃 林怡辰的角色 但你仔細地往下看下去 他 他真的就叫做不善嘛 他這種勇於要去追自己的愛情的 奮不顧身的 甚至後面大家會看到蠻心疼 他為了這段愛情 其實做的一些犧牲 你講了我好想看 你講了我好想知道 那韋逆這個角色看似很善良 一直被打壓 可是有沒有想過就是 我們也許對自己太不夠善良呢 我覺得所以我缺乏那個勇敢 所以我選擇了就是棄權 在很多時候我覺得前面有難題 所以我先棄權了 所以他們是兩個如此不同的面對 這個愛情事件的人 但是到底誰是真正善良 什麼叫真正善良 我覺得我只是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我們都有不夠善良部分 就是很多時候 就譬如說 其實最近的地震我也很心疼 我每次看那個新聞就一直哭 然後一直想著自己可以做什麼 但我發現我們的檔案 就是播出檔案聲音有問題 所以我又忍不住 趕快先顧及我自己的很自私的 就一直在弄著作品 然後有時候一個我跳出來說 天啊都什麼時候了 作品算什麼 這些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但你就是自己在 就是善與不善之間在打架 但他真的叫不善嗎 好像又很難用這樣解釋 其實我覺得這個戲之所以好看 我會打中我的點在於 他講了一部分 那一部分是我還沒有成為的我 就是林一稱是一個太太 我現在是太太 但我還不是一個媽媽 所以他要面對譬如說 婆婆之間的一些婆媳的一些壓力 我跟你講喔 那一段寫得太寫實了 在還沒嫁進去之前都嘛很好 對 嫁進去之後 那就是另外還是呢 但這個問題不是婆婆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人性的問題 就是遠相近臭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習慣就是 譬如說有的時候就是 就是有一些人才 就是你看到他 就說我好想跟他合作 然後合作以後 你可能就想要嚇死他嘛 我就是這種人 欸你講的好寫實 我也有一些 就是有 人生走過來 也是會有遇到這樣子 就覺得他在遠遠看 欸他好有才華好棒 真的合作的時候就覺得 什麼意思 真的真的 所以我覺得他 請大家不要誤會 那是婆婆的問題 其實是人性問題 我只是借婆婆這個角色 所以我就說 如果今天她的 她的媳婦 如果是徐瑋寧這個角色 一模一樣 對 一樣的 就是我覺得 無論是誰放來林一層這個角色 最後還是都會變成一樣 當不是你的時候 你都覺得還蠻美好 你看著別人在IG上面的打卡 你看著別人在FB上面的樣子 你都會覺得 她的人生好像很美好 好完美 什麼一千八百萬 什麼每天都有好多驚喜 你根本不知道 背後是什麼 背後是什麼 很有意思欸 這是我喜歡的點 因為我們其實都會在網路上 你說你真的來 聽眾朋友 你有沒有曾經去搜尋過 你曾經交往的對象 或是曖昧過的 然後也許後來沒聯絡 你在IG上或在FB上 搜尋她的名字 這個排列不對 然後再把她姓氏放在後面 那應該是英文再加上什麼之類 我做過超多次 我也是 這也不是什麼小壞壞 你就是會 我不知道 那也不是人生哪裡不滿足 就是會覺得說 突然想到這個人 就某一些刹那 你一個人的時候 一個夜晚 真的 你就是想要做一點 偷偷摸摸事情 跟自己的心裡面說 喔原來她 喔原來她是這樣子喔 交女朋友了 喔原來她 喔原來她 喔又換工作了喔 喔她離婚啦 什麼的之類等等的 這不是不善良 對 其實你也很難說清楚 那到底是 你到底是希望她好 還是希望她不好 你就只是想要有一點點知道說 欸她現在如何 欸沒有我更坦誠 如果她變得非常的好 我反而會覺得有點失落 難免 對對對 是吧 這就是人性 對 但是 好另外一個角色 偉妮這個角色 太吃現代所有單身女性 沒錯 你做過了一段愛情 我不知道後來你可能劇情 今天晚上會下週 可能會有劇情的發展 我們會知道為什麼偉妮那時候 選擇她放棄還是被放棄 不知道 不現在還不知道 你可能放棄了一個什麼之後 然後你現在人生過了 孤孤單單一個人 你很寂寞 接著下來你會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來填補那個寂寞 就即使是吃飯 你都會被刁難或幹嘛的 對 這個好重現在好多女生的心 這個應該也是會整我人生裡面的 對於就是大家對 為什麼對單身 還是這麼的不公平啊 就是弱勢 我其實覺得單身才是很重要被 需要被關懷的弱勢 那在台灣還是嗎 我覺得啊 你從超級市場賣的菜 永遠都是一大捆一大捆 就可以就可以知道說 我每次去買菜我就說 哇我今天只能炒兩根新疆菜 所以其他那十二根就大概就要爛掉了 你絕對沒有好事多的會員卡 對 我絕對不敢去 那個那麼大事要賣給誰啊 我家就只有我一個人 你叫我要買那麼多 是要分給誰 鄰居好友嗎 包括很多的 很多的廣告行銷啊 都是什麼一家人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對於一個人就只能喝喝咖啡有沒有 有兩個人免費 一人同時在家買衣送衣 我就一個人我是要怎樣 我就覺得處處 我就覺得說 很多的時候都要 都要變成在 小小的忽略了我們 或者有的時候我會變成 要這些事情都逼著我要勇敢的去 跟對方說不好意思 我不用買衣送衣 因為我沒有另外那個人 這個社會一直在用各種形式在 比我們坦誠就是我們是一個人 所以現在一個人這件事情 大部分的大家都武裝起來 都好像戰鬥不對 沒錯 而且我看了你的FB 你寫了一件事情 我終於可以讀懂了 為什麼多年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東區開了一家服飾店 然後來上門的 他的服衣服還賣得不便宜喔 然後我就問他說 買的都是什麼人啊 因為單價又不便宜 他就說你沒辦法想像 有很多是根本就是譬如說 從事護理人員或是老師 然後他們買了很多很華麗的衣服 或是什麼 因為他們也許單身 然後就覺得有場合 反正我就覺得很漂亮 我買回家 買了烹裙買了什麼 放在那邊 吊牌都沒拆 然後一年之後還在那邊 兩年之後還在那邊 然後弄到後來衣櫥整個掉下來 我就去你的FB留言 我說說你那個衣�掉下來 我怎麼覺得看到我的衣� 我衣櫥前不久才 因為我就是買然後掛上去 我就不覺得那會有什麼重量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給我這樣掉下來了 然後後來整理的衣服才發現 怎麼會有那麼多 我到底在 這個東西我好像很多 可是為什麼我一直在買 一樣重複的東西 我到底怎麼了 對 就是一種寂寞 稱之為寂寞的一個小病症 我相信看你們去追一下補 補充一下前兩集好不好 補完了之後今天看第三集 會更有感覺 謝謝今天的廣告 今天晚上請大家追起來不夠善良的我們 我們要在台灣的頻道 然後OTD的平台要播出第三集跟第四集 在我們節目現場是導演跟編劇 徐玉婷 玉婷姐 好 玉婷老師要來問一下 接著下來 賀君翔其實是一個 我看到現在 我看前兩集 現在第三集了 我沒辦法喜歡這個角色 為什麼 我不能喜歡這個角色 他是個好人 我知道他是個好人 可是 我很想知道他們中間發生了什麼 當然 後面一定會講吧 後面一定會講 對 後面一定會講發生了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是 等於是要倒序回去看一下 前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他們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男生連動一點點念頭說 我要去跟前女友 要不要下車 這念頭 都不應該有是不是 也不是不應該有啦 就是別人有可以 但如果我先生有就不行 你懂嗎 就是 我覺得好像 聽別人朋友在說什麼 他老公那天要說什麼 好像類似要 可能要傳訊給前女友還幹嘛的 我聽聽說 他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如果真的發生在我先生身上 我應該會氣爆吧 可是 我們誰都沒有辦法看到那一刻 應該是我們在戲劇 我們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了這件事發生 就會覺得 那如果他真的去叫了他或是幹嘛 然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覺得賀君祥在搖擺 對 但你知道嗎 我反而是因為他的搖擺而感動 他如果從來都沒有搖擺 不過就表示說他 他就是 就是他 他對這個人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他當然不會下去 不會去做任何事情 但正因為賀君祥這個角色是 就是他 他心動了 他想要下去打招呼 但他沒有做 這個更難 這個會讓我覺得 哇他對老婆好忠誠喔 嗯 然後有一個點 我覺得也很不錯的在於 他跟林依晨之間 就譬如說我覺得太寫實 他跟兒子在打電動 然後林依晨回來 然後什麼東西都沒收 這太寫實了吧 什麼東西沒收 然後賀君祥你寫的台詞 每句都好精準 就是啊什麼什麼 我要去幫他收了 哎呀那怎麼樣怎麼樣 男生裝可愛買單 對對對 男生只要在錯事上面 就應該做的時候沒做 裝可愛 就大部分80%好像都可以過關 對 他懂得裝可愛 我覺得這件事是可愛的 對啊 我覺得他就是求生意志非常的 堅強 對正確 就是政治正確 對對對 然後另外一個角色 呃有一個角色我喜歡 柯正東的角色我喜歡 對姊姊們好像都超級買單 柯正東在裡面 很可愛 如果我就覺得我身邊 有一個這樣子的 弟弟 弟弟 可是 也不要 有一點距離比較好 不要跨過那條線 對對對 但是如果我們 這是一個可愛的 小小的可以給你一點粉紅感的弟弟 對對對 但是那個弟弟最後會不會跨過那條線 那條線好像又有點太危險了 嗯 但是也不知道後來的劇情怎麼發展 嗯 不能劇透 對 但他跟韋映的戲 我每一次自己在剪接師看的時候 我都忍不住嘴角上癢 為什麼 對 就是很甜 哼哼 而且是不是那種偶像劇黏黏的甜 不是不是不是 完全不是 就是你就會覺得 哇 好棒喔 希望他們能夠 就跟你一樣 不用談戀愛 但一直這樣下去 嗯 就是不用談戀愛的時候 最美 對對 然後那個關係的距離就是剛剛好 對 太多了 他要留在他家 可能再多個五分鐘 我都覺得太多了 對對 而且我很喜歡那個 柯震東呈現那種被 他自己有委屈 然後 很很撒嬌的那種 他很會耶 對他超會的 因為那個很難耶 那個只要多一點點 你就會覺得好噁心 就很油 很做作 對 但是他就是可以做到 讓你覺得說 也太可愛了吧 對 欸這個角色是目前為止 好像我身邊的姐姐們 也都還蠻 全重是不是 對全重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喔不油 就是不油條 然後有點中二 對對對 但又不會太過分 對對對 對然後就覺得這個 有這樣子的一個人存在 真的是蠻可愛 其實我近期就是看了很多 就是大家在詮釋這種 比較有一點宅的男生的時候 都把他演得呆呆的 然後穿衣服醜醜的 其實我都覺得 大家就沒有在生活裡面 大家用想像力在創作 你去生活裡面看的時候 其實現在誰不宅 我們其實沒事的時候 大家都宅在家裡面 因為在家裡面 有太多的娛樂可以 可以一個人的享受它 不用到外面遭受很多的 挫折或者挫敗 對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宅 但是所以這種宅在 喜歡宅在家裡面 喜歡玩玩電動 喜歡搞一點科技的這些男生 其實大家已經要脫離那種 每個人都打扮得呆呆的 然後好像講話也不好笑 然後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生活的品味了 所以我在這個戲裡面想要 替這些所謂的小宅男弟弟們 澄清一下 其實他們現在也很會 也知道怎麼把自己弄得好好的 真的真的 然後也會買很多收藏品 然後辦公室 大家都會弄成一個自己的吊吊 對 我覺得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在近幾年來 玉婷姐的作品裡面 你都用了很多把很多社群的元素 尤其是在po文 或是在發現都有元素 你都放在你的作品裡 其實滿多部作品都有 對 在這個作品裡面 我覺得看到了一個新一點是 我們通常用我們的角度 去看某一個人的發文 但是社群是社群嘛 你怎麼知道 你寫的這個意思 別人看起來解讀是什麼感覺 或是說別人寫了一個什麼 你很在意的人 寫了一個什麼東西 你可能會去把它 往別的地方想 可是事實上不是那樣 戲有趣的點就是讓我們看到 許偉廷發的那個線路 原來不是那樣 對 但是在林一辰的眼裡 看到就覺得什麼 他的生活好像很有趣 他是不是跟一個弟弟 什麼好像拍照 還是什麼的 他是不是交了男友 他這樣春風滿面走過去 為什麼我是媽媽 又提著菜 然後家裡又有很多東西要弄 會有一點不甘心 對 其實有一句話叫 知識多食一生一 我覺得 所以放在現在社群 這麼這麼蓬勃的時代 是最貼切的 就是 當你看到這麼多資訊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都 腦補了很多 我們習慣了用腦補 去詮釋表面的意境 而且不習慣深入了解 所以就會造成這些誤會 但你知道我們在社群上扮演的那個人 其實我們漸漸也學會了 怎麼樣讓對方看到的時候 有產生誤解 其實我有觀察過寫社群 其實你是有一個對象的 你每一篇 你這一篇想要寫給誰看 其實你隱隱的有一個對象 只是你自己沒察覺 我自己在寫文章 我自己在寫文章的時候 我都會先想好 我的讀者是誰 對 就是到底是哪一群人 什麼樣的人 就是我想要獲得哪一群人的關注 對 就是我想要寫給誰看 對 就是這個感覺 就是其實你是有對象的 然後像譬如說 有時候失戀的時候 你寫一些抱怨文 其實你也知道 有些是寫給記者看的 有些是寫給他看的 對 所以其實你很知道的 所以其實漸漸的會揭露 為什麼Rebecca 就是唯寧的這個角色 會在裡面這麼斟酌用字 她是有用意的 接下來就會慢慢的揭露 而且你有發現 如果在談戀愛 談戀愛 通常大家就會暈船 然後暈船了之後 你就可能用字譴詞 不會那麼精準 你可能會看到很多很美好的事 你都覺得好美好 尤其在失戀那段時間 你每個用字 跟每一個人寫的那個字 或是那個男的 他發了一個什麼文 他到底跟誰去了什麼地方 一天到晚在調查 然後我就一天到晚 我根本就真信社啊 對對對 是不是每個人都 分析調查 真的分析調查 連留言每一篇都看 而且他這個時候發文 他發這個限動 凌晨3點08 他沒有睡覺他在幹嘛 沒錯 每個人都在那個時候都變柯南 但你有沒有發現就是 其實我覺得大家去觀察 在戀愛裡面的人 因為太甜蜜 太熱戀 根本沒有空發文 沒錯 沒錯 所以如果他一直在發文說 他在戀愛很幸福的人 請小心 請小心 對 有可能是作假的 對 可是 這些事情就會讓我們發現說 我覺得你點出了一個點是 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網路上的我們 其實每一個人都一樣 是我們希望被別人 看見的樣子 看見的樣子 對 而不是那個真實的 對 是的 所以在這個戲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包括現在的社群 然後 我不能說是婆媳關係 我就是人際關係 對 然後你跟同事之間的相處 然後你跟同事的男友 要怎麼相處 或者是那個界線 應該要怎麼樣去拿捏 好多課題可以看 很多有趣的 心理的 情緒的 好像可以跟觀眾好好的共感一下 但是你知道現在出現的角色 有一個角色 我覺得蠻渣的 嗯 陸思敏 喔喔喔 但是陸思敏就是一個 喔 他雖然沒說太多 但是一看就知道他 唯定是他的外遇對象 對 但是他後來還會有其他的發展嗎 還會有 後面會有 什麼啦 應該是說 也會讓我們看出來 就是譬如說你現在看到 就是覺得說很渣 外遇就是不對的 但後面也會有一些關於這個 就是 呃 我們都知道外遇不對 但你可不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 當我們把很多事情 就直接用很嚴厲說 他叫做不對的時候 而不試圖去理解的時候 你制的叫標嘛 嗯 根本沒有制到本 嗯 所以我其實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一旦有一些事情 我們當然知道 有一些行為 他呈現出來的結果叫不對 但是那個心路歷程 很值得我們去理解 理解之後 我們大家才能夠 調整步伐 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 而不是就一開始 就是不對錯 否定的 你知道我在一個 我媽媽是一個看劇 她只會問我說 那個人是好人還是壞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 很多媽媽都這樣子 那個壞人我不想看他很煩耶 那過分那個很賤耶 就是 她的世界就只有好人跟壞人 就直到我在社會上 也工作了這麼些年之後 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灰 黑色 沒有人是好的 你這樣講媽媽 可以聽得懂 她就說屁啦 怎麼可能 那個人就很壞 她一直去害人 我說那你在她的角度 那是因為導演現在是拍這個 女主角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覺得她在害她很壞 對 公鬥劇都這樣 可是你在另外一個 妃子的角色來看 她要維持她的權力 她不希望她失去什麼 她可能要為了什麼什麼 在她的角度來看 她們也沒有做了全然的壞事 我就說那就是你跟我的不同 我們在不同的角度 在看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會不一樣啊 這就是我也想要跟觀眾分享的 就是說其實我們 老師用我們的觀點 在看事情 然後這個觀點 看似善良 但真的善良 嗯 我喜歡 哈哈 好後面聽說 還會出現很多的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要播出第三集 跟第四集 會有哪些角色出來 我們廣告之後 請玉婷姐來幫我們說說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怕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好回到節目最後一個階段 不夠善良的 我們其實卡斯很強 然後觀眾在一二集的 討論度也非常高 然後給出了很高的評價 其實我覺得我看到網路上的評價 然後我身邊朋友的評價都說 其實還蠻好奇 我覺得玉婷姐絕對不會對林依晨太差 就是她後面一定會有什麼東西的翻轉 一定 我想像的 我也希望期待 嗯 所以依晨的角色會見次的 我們會好像一個是往 呃 一個是好像看似對一個黑一個白一開始 漸漸我們就會 如剛剛我們閒聊的時候 對 依佩有講到那個灰色 對漸漸我們會看他們灰色 然後漸漸我們會發現 對漸漸是什麼顏色不重要 其實我們人性就這麼複雜 欸可是我看到網友很多的評論都是 現在依晨可能是比較附黑 偽膩就可能比較白 我沒有覺得欸 對啊 所以我覺得偽膩很白 但是依晨是靠近 我現在我心中的標準點 他是靠近中間欸 他是靠近真實的人 他是靠近真實的人 他是靠近真實人 嗯而且觀眾好像都蠻心疼偽膩那個角色 然後就是觀眾其實都是同情弱者 你知道嗎 因為依晨看是什麼都可以得到 這個也像很像我們真實人生一樣 就是我們身邊難免有個朋友 就你看他也沒有過分努力 也沒有什麼 為什麼他都可以抽獎也抽到了 然後男朋友也不差 然後什麼家事都不會做 對啊 然後又嫁得很不錯 對 就是難免我們就會對這樣的人 就開始生起氣來 我覺得現在大家對依晨這個角色的感覺是這個 但是也收到很多網友的回饋是說 就是因為他是靠依晨 所以氣不起來 欸不行喔 這是我帶的私人情緒 那大家還沒有完全進到這個戲裡面喔 但是我覺得也是因為 這個角色是依晨演的 你想要對他生氣 但他有時候的那種可愛點跟先生的互動點 你會覺得他好像也沒有絕對的 那麼想要做什麼事情 對對對 所以接下來就會看到 就是依晨這個角色我會挖很多 現在看到都是他表象喜歡 好像在弄一些小心機 可是慢慢慢慢往戲裡面挖的時候 會看到他很立體的內在世界 很期待 而且其實每一週播出都會有新的角色出現 因為聽說 玉婷姐剛剛也有 我們在廣告的時候有聊 你喜歡柯宇倫這個角色 對 我當時就是寫劇本的時候寫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就說 我好喜歡這個角色 然後我就一直在替這個角色找一個合適人選 後來 因為有一天柯宇倫騎腳踏車 我在遛狗 所以他從我旁邊經過 就說欸 好像是宇宙給我的訊息 就說 來了來了就是他 那你平常都在哪兒遛狗 我平常 我又騎腳踏車從那邊經過 哈哈哈 你平常都在哪兒遛狗 原來是 都要到導演家附近騎腳踏車這樣 我以為你現在都不想演戲 都轉到主持界了 我要 好好好 要要要要 來來來 太好了 有戲演當然想要演戲 超好的啊 謝謝謝謝 第一次演戲就超精采的 對 就是妹妹 好喜歡 你的戲是光讀本 看三角形就可以哭的那一集 謝謝謝謝 而且 但我要稱讚你 那時候真的是 所有網友 所有觀眾都不相信你是第一次演戲 但是有陣子你就是第一次演戲 是非常精采的演出 謝謝 我要演戲啦 好好好 記住了 我去那邊 我去那邊騎腳踏車 你不用騎腳踏車 我記在筆記裡了 所以柯宇倫這個角色很有意思是嗎 因為我 我讓他來演那個徐瑋妮的哥哥 然後這個哥哥他 壯士一直在幫這個妹妹就有麻煩 但一般人一聽到這種角色 就會又說了負面角色 反對啊 反派這樣子的 但是我就是覺得 我自己覺得每一個創作者的 創作出來每個角色都是自己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哥哥也是我的一部分 有時候我們不是真的 我們有時候是上市了一點判斷力 就對於人家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你不要 你今天出門一定要帶雨傘 因為會下雨什麼 你就會說不會啦 我什麼什麼就是倔強 你就是不帶他 結果請很大雨 對 這只是一個生活裡面小事 但是如果放在傘與惡之間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一樣是會有一種 然後我想要借哥哥這個角色來呈現 就是我們不要那麼黑白分明 去判斷一個人 我們多了解他一點 對 然後今天第三集第四集 娟姐王娟也會出現 王淑娟 是王淑娟 對對對 淑娟姐 就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演技派的資深的姐姐 對 她就是戲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後我這次找她來演 一成的媽媽 對 淑娟姐超夠義氣的 就是一句話就就來了 而且還 其實戲份不多幾場戲 但是還跟我們一起上表演 可能看有多敬業的姐姐 很厲害 對 然後我之所以覺得 淑娟姐來演一成媽媽太合適 就是你們不覺得 他們有一點點像嗎 他們其實是有一點點 對對對 我剛剛想說 我誤會原來是淑娟姐 對 又想說王淑娟跟淑娟不像 不是王淑娟 是淑娟姐就像了 對 他們其實有一點點 不知道有個角度還是什麼的 有點神似 對 有點神似 很會選角 好來 不夠善良的我們 今天晚上要播出第三集 第四集 然後如果大家是在 電視收看的 好 公視頻道十三台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人人都可以看得到 九點是在公視 然後十點 my video 跟愛奇藝的國際站 都可以看 今天謝謝玉婷姐 大家追劇追起來囉 好喲 不夠善良的我們